約翰福音 十章七至十八節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 十章七至十八節 我看完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就在經文裡面 有一些字打動我的心 我跟大家分享幾句說話打動我的心 就是耶穌是羊的門 為什麼打動我的心呢? 就是我們要靠耶穌 然後進入父神裡面 好像那些羊群裡面 他要進入到這個門的時候 在一個羊群裡面 他就有安全感了 他在外面的時候 他會擔機受怕 會有豺狼侵襲他 所以我深深體會到 耶穌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我就是羊的門 我就感受到 經過耶穌進入這道門 進入父神這道門裡面 我是有安全感的 我是有保護的 我是有祝福的 我是有幫助的 耶穌在這段經文也有提過 就是說 盜策利是要殺害 是要破壞 是要盜竊 我亦都體會得到 我們信了耶穌之後 我們是有挑戰的 我們是有撒旦去破壞 我們跟耶穌的關係 跟我們親人的關係 那為什麼又有盜竊呢? 盜竊什麼呢? 我感受得到這個盜竊呢 就是我們對主的信心 撒旦會盜竊的 亦都是破壞我們跟主的關係 跟家人的關係 所以我們呢 在這幾句說話裡面 我就感受得到 我們真的要靠著耶穌 我們在這個圈裡面 在耶穌的愛裡面 我們才是安全的 另外還有一點呢 就是耶穌說 我來是叫世人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有豐盛的生命 怎樣叫有豐盛的生命呢? 我們由出生 有父母的愛 跟著朋友 結了婚有伴侶 我們一路去找尋 我們去讀書 我們有盼望將來 如果沒有耶穌在裡面 我們都會有失望 我們有耶穌的愛 還有耶穌給我們一個祝福 我們就有永生的祝福 我們有將來的盼望 我們是否覺得我們的生命 是很豐盛呢? 我們會不會覺得呢 就是耶穌給我們的愛 是有時間的 會不會明天沒有呢? 不會啊 因為耶穌呢 就是過去的主 現在的主 將來的主 耶穌是自有永有的 我們同父母 同我們的親人的 就算怎樣好 怎樣愛都是 真的有一天 我們離開 或者我們父母離開 是不是有宗旨呢? 所以呢 我們在耶穌的愛裡面 就這個豐盛的生命呢 保障我們現在的將來 我們回想一下 過去我們有耶穌的保護 我們真是跌倒的時候 怎樣起翻身呢? 病的時候怎樣好起來呢? 就是耶穌已經是大大的 祝福給我們了 所以呢 在耶穌裡面 就有豐盛的生命 也都有說過 就是耶穌就是審判的主 耶穌是有權並的 耶穌就是說 我是父派來的主 我是彰顯父愛 我在父裡面 父也都在我們裡面 所以我們更加 一定要黏著耶穌 一定在耶穌的裡面 經過耶穌 和耶穌一起 我們才可以和主一起 如果沒有耶穌 我們去不了父神那裡 那麼這一段經文 最主要讓我們看到呢 就是耶穌很關心我們 很實實在在告訴我們 我們依靠耶穌 就有豐盛的生命 就有這個盼望 就有永生 我所說的 有幾個點 有幾個點 都是在聖經裡面說的 除了審判 經節本身 你沒有說到哪裡 有提到那個審判 有一個很重要 你又說到 它是羊的門 魔鬼來偷竊殺害毀壞 又說到 耶穌給封鑽生命 但是這幾個點 有沒有連在一起 好像是幾個勾 但是一個勾著臘腸 一個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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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豬肉 那這三塊肉 有什麼關係呢 那 所以要把它連繫 這個就是寫大綱 那我提議就是這樣 就是 就是 在經文說到耶穌兩者 祂是羊的門 祂又是 好目人 即是說到 我們的主 和每一件事 我們都要說出一種特質 有說到的 這個特質 即是說羊的門 特質是對比的 即是說 有人就是 由羊的門進去 但也有些人進錯門 進去魔鬼的門 進去那裡 就偷竊殺害毀壞 將它都拿走 羊的門進去 你就說幾次 安全感 我就會鼓勵你 因為安全感 只是其中一個求果 最重要的就是 你裡面有救恩 神的祝福 神的保護 然後 因為這個有安全感 所以不是放了安全感 在先的 即是說 它是羊的門 它又是好目人 然後 它是很好 羊的圈 是好目人 但是 魔鬼來 就經常想入侵 當入侵的時候 將它拿走 如果 我們經常在裡面 就有封聖的生命 封聖的生命 但是魔鬼來 就將這個封聖的生命 拿走 這樣就有一個聯繫 我講到這個意思 它是 楊暗門 它是好目人 在它裡面很封聖 有封聖的生命 封聖的生命 封聖的生命 因為家庭破裂 令到基督徒軟弱 令到各樣的問題 產生 但是我們 在耶穌裡面 就不讓魔鬼去 我們靠著耶穌去 不讓魔鬼拿走 就是將它連貫 在祝福 那裡 是 有一個人 在祝福 那裡 有一個人 在祝福 那裡 是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在祝福 那裡 在祝福